溫馨提示记得打开YouTube CC 字幕以获得最佳观影体验 大家好,我是白兵卫,欢迎来到这个YouTube Channel 今次的《山凯儿童会承计》上一集 《狗嶺,分流的结尾》 如果大家未看,记得按右上角去看看 今次我和Juno 会带大家去到位于广岛最西面的西高山 西高山可以有不同的难道 今次我们选用了比较简单的路线出发 所以难道指数只有一颗星 我们会在近香港大学的《玉和道》出发 途经黑顿道 维多利亚戒石 重林肺堡 龙虎山健身境 我们会经下历道上去西高山 回到下历道 最后就在凌宵角完结今天的旅程 交通方面 大家可以去到中环站的D2出口 过去南桂坊坐13号巴士 去到总站《玉和道》 下车过了对面 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路线 离开的方法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在山顶坐纜车下山 或者坐1号小巴 13号巴士 我自己就建议坐13号巴士下山 因为1号小巴等到2047年都不会有车 这个番組是 你会来的赞助 没错 一个赞助也还没有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这段影片 给个赞 订阅小弟 或者喜欢的分享给你的山友看 多谢大家 麻烦你们 大家好 我是百兵卫 Hello Juno 我们现在在《玉和道》 后面就会有个公厨 在开始路线之前 大家可以放下一些水分 这次我们的西高山多高啊 494米 在港岛区第四高的高峰 这次有什么要看 这座山是港岛最西面 其实可以看到整个维港的景色 还有摩星岭 数码港都可以看到 所以方向拍得很棒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 就是这个叫做 松林废堡 还是废墟 我们事不宜迟 废话小港 立刻出发 Let's go 好天 我们一定要做开关仪式 山神庇佑 走前一点 在现在这个消防局 旁边 就有条楼梯 我们就有远处 然后游梯上去 它也有说了给你听 山顶 箭嘴 这样的 今天大部分的路 都是这些石屎路和车路来的 大概三分之二左右 我们过了一个大梁亭之后 才是一些山路 所以都挺容易走 挺舒服 走前两步 这里就有一个叫做 维多利亚城的戒石 刚才那个戒石 就是在1903年 经过立法会通过 就由坚尼地城 去到铜锣湾 划分了这个地区 就是维多利亚城 所以这块戒石 就是告诉你 这个区域是维多利亚城的 总共有六块 刚才我们见过 是第三块 看看会不会看到 其他一些影物给大家看 好 走前几步 然后就去到龙虎山街的公园 我们来这边 有一条 两边都可以 这里刚好有条楼梯 你喜欢走楼梯就走 走斜路走斜路 我们走这边 好 专郎 楼梯 楼梯 两边一样 每次都有竹林 难道每次都要叫我扮刘德华 都不要扮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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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行山特别珍惜这些竹林 经过这么多次的 没遮掩没掩的时间 这些就棒了 有点点阳光 又不是遮掃 竹林很凉拔 对啊 今天能见度都不高 希望寒拍 都可以有点点美观的景 给大家看看 但是都可以的 有点点云 又有阳光 都尝尝舒服 那我们已经去到那个 重林废墟库 废宝附近了 给大家看看 那边就有1号炮床 最远就有2号炮床 中间就有一些指挥官的休息室 还有这个叫做蛋药库 这里也挺大的 我稍后会拍摄多点给大家看 在大家看着我们打卡的同事 就分享一下一些拍照的心得 尤其是一些楼梯路 都可以拍到一些很特别的照片 重点最重要就是 不要在我们平时看的角度去拍 不然出来的照片就像现在这样 比较平平无期 也要跟避涉者沟通 不然就像第二张照片那么可恶 我就把手机转转 然后尽量贴近地下 用超广角镜头去拍 叫Juno 摆在前脚 就可以拍到一些 这样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 你一个港女女朋友 原本140都可以比你拍到180那么高 如果大家学到的东西 记住就给个like小弟 谢谢各位 第二个就是手机 记住开网格线 你看我的相片都会比较在右下角 左下角 这样看起来 视觉效果会比较平衡 将相片会看得很舒服 这次我在整个的公尚 现在重演那时应该是如何作战 就是这样 d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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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dassdassdasss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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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ssdwwww B znaczy 就是这样打仗了 在那边的重臨废堡或者小燥炮台呢 拍完相打完卡 我們就直接上西高山 沿途都沒有什麼打卡的位置 廢話不多說 馬上離開 走前幾步 原來下面的位置 打卡拍照應該更好看 我們就小心點 沿著這條小徑下去 這個叫防破片染壁體 牆身是用防爆的牆身來製造 所以用來做應防和倉庫 我們在這裡走走走 繼續上山路 去西高山 其實你看到以前的英國路都不錯 這些路煮得挺漂亮 旁邊也有竹林 而且物理好強的路都是漂亮很多 所以大家都是這樣靠你和我去保育的了 我們剛才從樓梯級上來這個石屎路 大概300多米 我們要多上200多米才能去到西高山 我們在哪裡休息一休息 我們稍後會去到一個位置 是下力度的大涼體 要吃東西要進去廁所就可以補給了 之後我們上去就不會打架 沒有遮掩 沒有遮掩會比較曬一點 這裡是黑頓道 我們走多兩步 就到剛才TUNO說的下力度的停車 如果有很多人都喜歡搭纜車上來 走過來這個位置 其實就會更方便一點 但如果好像我們這樣喜歡走多一點 就走不走上來會好玩一點 大家認住這個停車 就是最後的休息地點 上西高山之前 我們喝包吃醉 然後再開始出發 開始就沒有遮掩 陽光還不錯 不算太曬 來到這裡就開始 上去西高山的無傘無淹路了 還說今天天陰 快到黏了一根 無盡的樓梯路的開始 很快就走了四分之一 未知前行幾多里 山形傳異 猜是你 果然有思義 雖然沒有遮掩 但開始看到整個景 上去西高山更漂亮 很快就二分一了 還差兩步就 又已經過了四分之一 去到四分之三 大晨天的時候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西高山跟針山一樣 沿途都沒有樹蔭給大家避暑 所以就記住做足防曬 喝多點水 最好帶多把傘 走多兩步就到西高山的觀景台 和飆高柱 在這裡拍一拍個景色給大家看 我們在這裡打完卡 就會開始放寒拍 可惜今天就拍不到一個很漂亮的黃昏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上來西高山看黃昏日落 冬季的話我估計5點 夏天可以6點上到西高山都未遲 但西高山都是一條比較簡單的路線 你看到一個觀景台 車水馬龍 你想打到一張獨自的打卡上 都真的挺有難度的 廢話不多說了 送上今天的行拍 希望大家細心欣賞 蒜 comparisons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去山頂了 是不是 其實應該是十多分鐘左右 慢走很久 很短的路線 適合我們這些可以快走的路線 已經回到這個分岔路了 這次我們就在頂部的右邊走去山頂 暫時疫情關係我們都不能坐纜車 要坐小巴巴士下山 最後一段就是平路 完全不辛苦 我們估計走多十分鐘左右 就去山頂坐車走 你看那些樹多漂亮 還有兩步就到這個山頂廣場了 我們在這裡做總結 好 我們就在這個寧宵角做今天的結尾 今天這條路線非常簡單 我等級會給它一粒升 因為氣都不用怎麼喘 是上西高山那段的樓梯比較辛苦 沒有遮沒染 Juno 你覺得呢 我給一粒升 好 一粒升 這條路線都有難的一個開始方法 你可以在薄庫林那邊走上去西高山 那個比較難一點的 我們今天選的路線非常簡單 你想再簡單一點的 你直接來到山頂 走去西高山再回來山頂 半粒升左右 好 最後呢 循例都要給我一個分數 我再說一次評分標準 612分是最高分 721分是最低分 我們兩個都期待了一個分數 就是421分 很久了 大家看到這段影片 應該都已經過了那個日期 我們呢 希望可以再做健身 做多些運動 做一下飛數 我們就強身健體 對 給些什麼 給些掙扎 掙扎 421掙扎 好 下次見 拜拜 下一集山區而同 事不宴遲 立刻和Juno 帶大家去到位於寶馬山的紅香爐峰 拍一句非常燦爛無敵海景的黃昏給大家看 也非常適合情侶來拍拖 我是白兵衛 敬請期待下一集 記得訂閱小弟 拜拜 好 負重雙角 要體驗一下軍人的分裂 和Juno 還記得自己拍拖 指數 2 2 4 5 5 5 和9